王志安在百忙之中抽空开对周立波!你的那些音频都是假的! 关注周立波事件的网友们相信都记得周立波死前为了证明某某是幕后黑手,曾经发布了几段音频,称是某某所说。 而这几段音频中可谓是大爆料,不但说了东西是谁的,还坦言了某某给他双卖方某某贿赂警察。 如果这些音频是真的的话,那对周立波的帮助是极大的。 然而王志安去采访某某时提到这些音频,某某的态度十分坚决,一口否认是自己说的,称周立波胡杰夫妇伪造的,并且说他们夫妇就喜欢告这些,这些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不过某某虽然否认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网友对此音频深信不疑。 随后网络上又陆续爆出了更多关于某某的音频,很显然可能是周立波让人所谓,也可能是部分网友为博取关注而假造出来的。 虽是如此,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相信呢? 可能是这些音频造成了太大的动静,又或者对王志安造成了影响。 近日王志安就公开回应了关于某某的音频,王志安之言都是假的,随周网友又追问,王志安称是伪造的。 但是要知道周立波死前不也发布了某某的音频吗?王志安这番表态其实看似说给网友听,但是很可能是对周立波的一次宣战。 我们可以知道这段时间王志安都没有提周立波的事,而是忙着干其他事。 就连周立波在爆料某某时对王志安质疑,王志安也只是说相信周立波说的是别人。 但是凡是都有各度,王志安虽然忙其他事,但是不代表他忘了周立波。 此前胡杰就公开质疑王志安称其水平不够,随后周立波又不断暗讽王志安。 周立波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显然王志安是忍不住了。 那么王志安此举是要与周立波刚正面吗? 满完手投射之后有会不会把矛头置向周立波呢?不得而知。 不知道你们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参与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